歡迎收看二分級牆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小燃哥 下禮拜就是婚禮 請問你 婚禮的佈置誰決定啊 民族英雄說了算就可以 那婚禮的菜色呢 菜色啊 民族英雄說好吃就可以 那婚禮當中誰負責當招待呢 招待喔 要請民族英雄決定 或許他也會站在門口當招待 什麼都是民族英雄 是 那我想請問 最重要的禮金誰收呢 民族英雄 禮金 你真的很愛錢耶你 你以前為什麼都要民族英雄 來決定呢 我們是尊敬他 他是長輩祖婚人嘛 是不是 什麼霸寶 不是我們就是出自於一副孝順 人家說孝 還要順嘛 我們是順從他的意思 有什麼不順 你這個叫過分依賴 是這樣嗎 不是嗎 所以今天我們外國朋友要來說 我們台灣的朋友 過分依賴是這個意思嗎 是這個意思 不夠獨立是這個意思嗎 今天我們就請到了 我們三歲就獨立自主 十一住行 完全自己來 我們的台灣代表 歡迎他們三位 好 那就叫做欣子 請問一下 他們七位行男是師生來到台灣 全部都靠自己也是吧 而且年紀輕輕就離開家 沒有爸爸也沒有媽媽 都沒有關係 我們聯合國行男 有很多人結婚還是住在家裡的 很戀家不獨立的 國外有這種情況嗎 我覺得就是 其實這個日本也有 但是問題是 我覺得現在台灣就是比較大的問題 台灣的不是說節目喔 有些就是女生結婚的時候 然後後續就是說 已經三班 三十幾歲 住家裡 OK 女生就算 但是呢 有幾個 我認識的幾個男生 已經三十幾歲 然後呢 已經有工作喔 有收入喔 哇 孩子在家裡 然後 像日本人的話 像我們就是每個月給父母 多少錢啊什麼的 然後我幾個朋友都不給 然後有時候跟爸爸媽媽切錢 我說真的發現就是 台灣比較多 不會說節目 但是就是比例啦 所以你剛剛說會跟住家裡 然後跟爸爸媽媽拿錢是台灣人 比較多 對 日本也有 當然會有啊 就是我的意思是比例 比例來說 有沒有 在美國也有看過這種 哪有 我記得我之前有看一個報導 好像說日本有一種叫什麼 尼特族還什麼 就是專門 就是在家裡 然後又不做事 還會罵媽媽媽的那種 那個是東京吧 我們說都沒有 東京就是日本 可是一樣嘛 在東京跟在台北 我覺得是像台北很小 像我們有時候念書的時候 我們想要住家裡 是因為我的學校就在隔壁 我不住家裡 我要住哪裡 像你如果是台北市念書的人 像我住在東區 可是我那時候念政大 是在木柵 雖然說要通勤一個小時坐公車 可是問題是你也申請不到宿舍啊 他那個遠近 他不准台北市跟新北市人去申請 算近啊 對 還是算近 因為還有苗栗啊 中南部的 所以那你申請不到宿舍 你就是 讀書我覺得在所難免啦 對 可是你如果都... 大部分的人現在 其實台北市的學校很多 你住台北就可能念台北市 學校的機會是很大 可是美國不一樣 他們有可能東西岸就這樣跑 一跑你當然... 說你說比較獨立 那只是因為剛好你要跑到很遠啊 是被迫的啊 那我們也想要很獨立啊 可是學校在隔壁啊 那我為什麼不回家呢 那宇文我問你 你結婚之前 你有離家住過嗎 其實我是三十歲才開始自己住耶 對 十歲你算晚 所以你一直到三十歲都在念書嗎 我在工作啦 我常常在家裡充實我自己 你不懂啊 但是問題是我十六歲就開始養家啦 我三歲喔 就會牽著我父母的手說 你們不要吵架了 趕快和好 我希望爸爸媽媽在一起長長久久 兩十歲 你不懂我們... 一定會和好這個字 會啊 我們不太相信 會啊 你沒有看過我們小時候 在這種單親家庭長大有多辛苦 還要真的每天回家帶一個鑰匙啊 然後常常看到變態叔叔啊 在旁邊漏鳥啊 要跟你回家 然後到底是住在哪裡啊 你的童年往事 你是不是住監獄是不是 你是不是精采耶 你是不是連曲劇的劇本啊 沒有 就是... 沒有 我們就我們也經歷過很多 才養成我們很獨立 所以我們後來出來工作以後 媽媽為了怕我們工作太辛苦 叫我們住家裡 幫我們做飯吃 我們負責出去賺錢就好了 那就OK啊 那就OK啊 對 是真的 但我們有付出 我們不是那種 就是肯爸主 肯媽主啊 對啊 那這個... 資深在英國讀書的孩子 其實我覺得英國人 他們也是很喜歡住家裡啊 就像宇文剛剛講的 是因為念書 他們才離開自己的家 可是像我很多英國的同學 他們念完書他們也回家住啊 也是跟家人住在一起 所以其實歐洲這樣子的狀況 也是非常的多 因為英國也比較小 就沒有像美國 因為美國人是... 他們只是因為念書 然後譬如說去住宿舍 還是去哪裡 有一些大學生 在念大學之前 是沒有離開過家的 導致於 中校東路不是有 中校 仁愛 信義 和平 巴德 南京 民生 然後往下走嘛 那個大學生 是只知道中校東路 他不知道巴德路在哪 他也不知道 南京東路在哪 他每一天 他是大學生喔 不是 他重點是... 但他只會從他們家走到學校 他學校剛好就在那一段 對 他去哪裡都是爸爸接送 這就算了 另外一個大學生 他比如說他是住在台北 他考上了桃園的學校 是 他從小到大沒有自己坐過公車 於是乎他上大學的那一天 他自己從台北坐到桃園 他不見 他迷路了 好不容易坐到了學校 他進入校園的那一剎那 他找不到他的教室 他也在校園中迷路了 他第一件事情 並不是去問老師說 請問我的教室在哪裡 他打電話找媽媽 叫媽媽到學校來幫他找教室 那是教育的問題耶 太捨盡求遠了吧 媽媽在台北耶 然後因為這樣子 他媽媽就來接他之後 從那一天開始 他所有的假日 他後來就住校嘛 因為怕他不見 他所有的假日 結果媽媽在開車去桃園 把他接回來 但是因為他從小到大 沒有洗過衣服 所以他媽媽在幫他 把禮拜一到禮拜五 穿著秀衣服洗完之後 再把他燙好 然後再送回學校 天啊 那他媽 他媽媽真的不能走耶 如果走他就完了耶 怎麼會交出這麼 太誇張了吧 依賴爸媽的小孩 這應該也就要做這病 他非常嚴重的一個怒痴吧 就是啊 就現在很多小朋友是這樣 因為太獨立了 太不獨立了 我們現在有一些 就是生小孩生得晚 然後又只有一個 像你對你兒子 你敢說 你不會這樣疼他 所以我就把它送給別人家 對 如果真的 現在我們有時候台灣人 就是太晚婚 只生一個 然後如果經濟獨立啊 狀況還不錯的時候 其實通常都會很疼 對 然後就是太愛他的小孩 如果我的小孩是夢多的話 我多希望他迷路啊 然後就馬上 趕快出國念書 可是我說真的 我父母親喔 因為你剛剛講到那個帶路 我有一個畫面 我父母親其實對我跟我弟很愛 很愛我跟我弟弟 但是他們的 他的教育方式是 他要讓我們在這個社會變得很強 他會教我們怎麼樣坐公車 怎麼樣去買東西 OK 他怎麼教我們坐公車 你知道嗎 我記得我在四歲 幼稚園大班的時候 因為我們我是跨區讀的 我是跨區讀託餓所 我幼稚園大班自己坐公車 一定不相信對不對 我媽怎麼教我們坐公車 那個時候我們坐公車 我們就坐在那個 坐在那個就是靠窗戶 我媽媽騎著摩托車 跟著公車跟著我們走 然後讓我們 小孩子要看著媽媽才有安全感 然後一過橋之後 我媽媽就PASS 下車下車 我們就下車 我跟你講 第二次我就會自己搭公車 可是以前治安比較好 現在你說真的 因為以前像我們這個年紀讀書 都是自己走路上學 現在都不是 現在都是要爸媽接送 現在應該更簡單還有結語 所以我在想 台灣人賴家是不是因為爸媽的關係 可是賴在家裡 並不代表不獨立 那是 我覺得是這樣 我覺得真的是 不一樣的 很多 我遇到很多情況 就是小孩子很想獨立 但是父母不讓他們 像我有一個女生朋友 她已經23歲 她也有工作 她賺自己的錢 她很想搬出去 她很想獨立 因為父母有的時候管他已經 然後 她已經找到房子了 她已經想要開始 開始租那個房子 媽媽就說 你外面一個人住太危險了 你是女生啊 你可能一個人就 我不放心 你還是要住在家裡 女生堅持說 我還是要一個人住外面 她就說不要擔心那麼多 媽媽就說 好 那如果你之後 你真的搬出去 我之後 任何一毛錢不會給你 就是 我們就斷關係了 算了 就很極端啊 就讓 就為了搬出去 她這樣子威脅她的女兒 她覺得她要你這一家女兒 就會覺得 我媽也跟我講過這種話 為什麼 你媽媽那時候的心態是什麼 沒有 她也是就是 可能不想你離開她 就是你想獨立 就說 我想要搬到學校附近住 可是她就真的會說 這個在心理學上叫做 互相依存 依存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媽媽有可能 捨不得自己的女兒離開 那為什麼謝忻的父母 很早就希望把她送出去 跟你對夢多的想法是一樣的 我媽媽是希望我去闖一闖 所以我高中畢 他就把我丟在倫敦去 讓我自己一個人獨立的生活 所以才造就了如此獨立的我 OK 飛丹妮覺得怎麼樣 我就... 沒有 我就覺得莎莎跟哥說得對 因為我看... 因為如果我比起來的話 我就覺得巴西 我們這麼早就是努力自己 就是我們大學畢業以後 我就會奔走 或者是如果我們開始工作 然後開始賺錢 我們就可能會奔走 媽媽、爸爸就說 你要奔就奔啊 你要處外面就奔... 你就處外面啊 他是說搬走不是奔走好不好 奔走... 但是我就覺得到台灣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就開始認識很多人 然後我就說... 他們就說我出媽媽、爸爸家 那個時候我又找一個台灣的女朋友 然後我開始跟他很好 結果我說我想要去找他 那他說沒辦法 我去跟媽媽、爸爸一起住 那我說... 所以第二天就分手了 對 不分手了 因為沒有機會嘛 我們沒機會啊 怎麼辦 他說沒辦法 我爸爸媽媽不認我本走 那你可以去酒店啊或酒店啊 哪有啦 沒有啦 就... 沒有錢啊 他才錢啊 沒錢啊 太貴了 對,那我覺得 就是爸爸媽媽不認他們走的意思 就是因為很多台灣人就是這樣子 對 台灣的男生也是沒有很獨立啊 之前我在大二的時候 我有一個室友 他大一的時候我跟家裡出在一起 然後大二的時候我來跟我們出在一起 在宿舍 然後他... 禮拜六的時候 因為禮拜二剛好開始睡覺 禮拜六的時候 早上六點 開始有人敲門 早上六點喔 我們都在睡覺 結果開門的時候發現 他的父母都來我們宿舍 他的父母真的 早上六點 然後幫他洗衣服 還有準備水果 還有什麼飯給他吃 每個禮拜 每個禮拜六 真的,我都... 因為早上六點很早 我不知道為什麼台灣的太太 可以這麼早起來 真的,早上六點 敲門然後幫他... 其實那個是對兒女的關心 當他已經在外面念書的時候 父母親能做的就只有這樣而已 我覺得華人是這樣 都是因為你們這種台灣人 你們的小孩才會有這種問題 你看 一直找一大堆利偶 一大堆藉口 為什麼可以 媽媽可以這樣做小孩 那肚立,那我問你 那如果以後你的小孩 十二、三歲就說 他要離開你的話 你會怎麼樣 十二歲就不行啊 為什麼不行 十二歲怎麼可能是離開 他十二歲也找不到工作耶 幾歲可以... 十八歲都可以啊 最多外都是十八歲 十八歲都可以 十八歲他還是個學生 還是孩子 他如果餓死怎麼辦 找不到工作 餓死在外面怎麼辦 對啊 沒有,只有台灣人 二十歲找不到工作啊 不是,你們的小孩沒有準備好 你們就要把他轟出家裡 要進入社會 社會是多怕 難道台灣十八歲不能打工嗎 對 對不對,都可以打工嗎 對... 十八歲可以打工 但是父母親... 但是父母親還是會去照顧他們 所以才會去宿舍嘛 對不對 沒有,我跟你講 在美國 日本也一樣 你不要這樣講 NO 日本也一樣 NO 等一下,我只要講 有時候我一個禮拜 去幫我女兒切吃水果 我覺得是OK的 因為她平常不吃青菜的水果 到時候便秘那些也很麻煩 你去切水 小孩子如果便秘 他自己會找... 他會找方法 不需要你這麼的 那是媽媽表達愛的方式 對 你們都不懂什麼叫做愛 什麼叫做家庭 等一下 請 各位,各位,來... 我們必須要跟我們台灣的來賓 我們要聽說 好嗎 我們要愛他們 但不代表我們可以溺愛他們 謝謝 可是我... 謝謝 我們做的都是愛而已 沒有到溺愛 溺愛的話說像六姐 你們做的都是... 愛的表現 對 像六姐剛剛說的 那個不會做工程 那個就是溺愛 那個有點太誇張 幫忙洗衣服是溺愛 如果你每一個禮拜 去幫忙她洗衣服、切水果 她也變成自己不會洗衣服 不會切水果 對 對 你講到 蛾 蛾 我現在是這樣 但是我必須講 中國的兒女相對的對父母 也是比較孝順的 這是比較起來 所以我們對小孩好一點 好一點 但是其實兒女他也會比較孝順 家庭關係比較緊密 我覺得華人是這樣 像很多西方人 他是不拿錢給父母的 可是我們大部分台灣的兒女 是會拿 但是等一下 很多西方人 也不需要兒女養他們 因為他們已經在年輕的時候 就把養老院的本都存好 也是 不給也不是拒絕給 父母根本不會要求 根本不會希望 所以你們沒有多需要 根本不會希望孩子給錢 對啊 你要想好台灣有很多30 像夢多說的 30幾歲的小孩 他早就已經去念大學 已經進社會 什麼都已經做了 33歲 到現在媽媽還在照顧耶 真的 這個太誇張了 我有一個朋友 他之前在家一念大學 大學畢業之後 他當王餅 他要去美國去留學 他回到台北的時候 就是搬回家 他有一天就是想要找朋友 去KTV之類的 他媽媽不准他在外面 超過10點 他就是要回家 10點 超過10 30幾歲 30幾歲 那是不是他媽媽知道 那是8點 8點哦 沒有 但是覺得太誇張 每天媽媽幫他煮飯 每天媽媽幫他洗衣服 什麼都是媽媽做的 不准他來 他有一次跑去KTV 就是玩 他媽媽一直打給他 他都不接電話 忠遠就一直打 他忠遠接電話 對啊 我還在KTV這邊 跟朋友 對 哪一個KTV 我在中校東路這邊 再過了半小時 他媽媽開車去那邊 在樓下等他 然後說 如果 你知道嗎 在美國 如果你一個男生 33歲 還住在家裡 你可能找不到女朋友 對 真的 你可能找不到 你什麼什麼都不要 因為那一種30幾歲的男生 在家一定是有問題的 換一個情況是 他30幾歲 他有自己的正常工作 他每一個月都給爸媽 一、兩萬塊 然後他住家裡 這樣可以嗎 這個我覺得應該可以 但是那是一位事情 他有工作 他住在家裡 每個月給錢 就可能... 像台北 這個我了解 因為台北那麼貴 對啊 年輕人也買不到房子 對不對 對 這個我了解 但是你媽媽還在幫你洗衣服 你還有門禁 10點 晚上10點的門禁呢 真的太誇張了 真的 像我現在 我現在住在家裡 是 我33歲有住家裡 可是我有工作 我每個月給我爸媽 就是零用錢 可是我媽媽到現在 在幫我洗衣服 我這個也可以接受 幫我切水果 然後幫我打掃我的房間 好感人 可是是因為 我常常就是可能一大早 我就要出門去工作 對 那可能回到家的時候 是晚上11、2點 可是我們一直保持著 這樣子很平和的一個家庭關係 那等到我爸爸媽媽 如果真的年紀大 他們現在退休了 我也是會奉仰他們到他們老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OK 很正常一個家庭關係 那他們老的時候 你會不會跟他們說 你不能跟朋友一起出去啊 不過 那時候10點都要回到家 不過我也有門禁 我也有門禁 像我爸爸以後 你有門禁啊 有 那請問 你結婚了嗎 還沒結婚 難怪 而且其實你住在自己家裡 遵守一點點規矩 但是謝忻會碰到比較大的問題 是他以後結了婚 跟了老公單獨住在一起 會碰到很大的問題 因為你就變成你要自己做很多的事情 對 對 你反而會來一個措手不及 對 像我一開始自己 對 我30歲才自己搬出來住的時候 其實最辛苦的就是家事 然後那時候 後來我 因為經濟很獨立 我30幾歲學一件事情 所以我用錢解決一切 我就開始請大嫂阿姨 後來我就交過很多男朋友 是嫌我這一方面 能力很不好的 可是因為我30歲 大概五年嘛 我住五年而已 這五年有訓練到 我稍微會做一點飯 會做一點家事了 也沒有那麼依賴打掃阿姨 所以才能結婚 真的 但是你剛剛講到QR很重要的 30歲的時候 開始做這些東西很辛苦 有沒有聽到 對 就這樣啊 對 就是因為台灣的父母 就是自己的小孩變成 就是超過30歲的時候 才出去 對 再出去 開始這個東西 沒有 所以我知道這樣很辛苦 我女兒現在一歲半 她都會拖地了 我都知道要拖地了 一歲半 一歲半太小了吧 而且她女兒還會做資源回收 對 垃圾費 而且她女兒 還在他們家樓下的Seven 打工 這個 這個是不是要請社子會 來關心一下 自己播出可能會 對 那我們來問一下 所有各國的新男 還有現場的特別來賓 我們一起 你們是幾歲的時候 離家 然後自己獨立生活的 我們請用白板寫出來 好 那夢多是兩歲她媽媽就把她 放在菜市場 沒有 沒有 你看 小楊哥看錯的是1.8歲 沒有 18歲 誰出來就被丟掉了 是18歲 所以 在日本也都是這樣嗎 我從16歲開始當國手 開始訓練在國外比賽跟訓練 然後到18歲時候 幫到東京去 那東京去的時候 就是我學校 因為就是體育學 我是就是國手 所以免費可以去學校讀書 但是 生活費什麼的我自己賺 我從18歲到現在 對 然後所以 那時候就滿辛苦的 但是 應該是鄉下人是還滿正常 但是通知人都不知道 少俠寫一個20歲 又寫一個29歲 妳後來又問了 什麼時候開始完全靠自己 那我不可能在台灣讀書 我都會完全靠自己 因為我沒有拿 跟政府拿獎學金 我也不可能賺那麼多錢 學生 我讀到 所以你是20歲的時候 離開德國 20歲搬出就來台灣 然後到29歲才開始 完全經濟獨立 對 是 OK 但是在德國 一般是20歲就要搬出去 沒有不一定啦 但是通常 如果我們讀我們家鄉的那個大學 可能會跟父母住在一起 但是最晚應該是大學畢業 找工作就會一定會幫出去 23、24的時候 如果有自己工作的人 還住在家裡 大家就會覺得他是怪胎 就會離他遠一點 OK 杜立是21歲 我21 其實我念大學的時候 都一直住在家裡 但是到21歲 我還在念大學 我就是決定我一定要住外面 因為我們家的關係都是 我念大學的時候 我學費都是我爸媽付的 這個是OK的 但是他們都說 你說我從高中的時候 我所有的生活費 我們就是可能要給你幾塊錢 如果你要買更多的衣服 你要買更多的食物 或是要跟朋友出去玩 你要自己靠自己 對 你要自己全部要靠自己 但是21歲 就是因為我們家裡 還是有一些規矩 不能帶女朋友到家 不能幹嘛 所以21歲之前都誇獵了 這個就是你的重點吧 這是重點啊 你會覺得很快 所以你21歲以前 還沒有那個關係過 有 不一定 不一定 只是沒有在家裡而已 OK 也可以在家裡 21歲那一年是你媽媽看不下去了 沒有 所以又不可以了 不是這樣 因為有時候想要 就是帶一些人家來到你家 但是一定要等到爸媽不在家 這樣子太麻煩了 怎麼又哭啦 所以就是覺得21歲 那時候我就是決定了 我一定要自己一個人住 我18歲去 我去過英國 是 對 工作 然後學英文 但是差不多 怎麼不早一點來台灣呢 什麼 怎麼不早一點來台灣 我不知道台灣有什麼 對 我不知道台灣有什麼 對 可是 大部分的法國人 吃吧所以離開家 因為 他們要年數 然後 他們要去別的省事 年數 可是 真的假的 這股幫你們租房子 所以 他們可以給我們 差不多每個月 八千塊租房子 然後如果爸爸媽媽沒有 這麼好 可是八千塊在法國 可以租到什麼房子啊 可以啊 物無小譜耶 搞不好一個小套房一萬五 他就補貼八千 那很好啊 等一下 我們問一下法比歐 如果你在法國 你們這樣的 可能只是租一個房間 在你們那邊大概多少錢 一萬塊可以 所以他就補貼很多耶 對啊 他只要出兩千耶 差很多耶 這個 水上的房子 這一個 宿舍這樣 一個空間就對了 就沒有宿舍 如果是房東 我看到法比歐 沒有 沒有 他還倒貼 然後 如果爸爸媽媽沒有錢 沒有很多錢 政府可以給我們 從 六萬塊到一萬五 這個是檢免 減免學渣費 減免 對,每個月 每一個月 每個月還可以領錢啊 但是他是不挑人的嗎 就是只要你是學生 你想要念書 對啊 你是學生 你看 你給他們 你的爸爸媽媽的薪水 然後說 我爸爸沒端很多錢啊 所以就是要合資格 還是有牌付條款 對,要有資格才可以 也是看人啦 杜立就申請不到 杜立有錢 面試不過 上面那個 這個 17歲就來台灣幹嘛 我是 來台灣學中文啊 有什麼需要嗎 我是來台灣學中文啊 這麼早來幹嘛 對啊,因為那個時候 我是講話學生 基本上很多巴西人 他們是17、18歲 離開家裡 是因為他們要念大學的時候 可能就是 他們想要找一個 比較好的大學 然後那個大學就是 不是他 不在他們的城市 所以他們要不能走 不能離開了 但是我那個時候 我就找台灣來 所以我就說 我要念中文 所以我比較早來台灣 艾瑞森是19歲 對 為了瑞典的大學 對 我那時候就是讀了一年多的 就是在瑞典讀大學 然後就為了讀那間大學 就離開自己的城市這樣子 對 阿里是21歲 對,我21歲來台灣了 不過我們... 有什麼事嗎 你的喜好好分明耶 是不是 你說有什麼事來台灣嗎 對 就是我政府派我來台灣 真的還假的 然後你講的時候表情 超陰沈的耶 政府派來 庫德祖 不是伊拉克,庫德祖 那個時候庫德祖的 那個跟台灣的關係 是非常的好 對啊 也算交換學生就是 不然你們的那個 就是稀有這麼便宜 我去紐約遊學的時候 我們學校有很多人 是韓國人 是韓國政府出錢送他們去學英文耶 真的 所以你們政府也是這麼的好啊 對啊 所以21歲 不過伊拉克... 庫德祖的家庭 希望家人都出在一起 像我哥哥已經33歲 有女兒跟我父母出在一起 然後有... 然後有一次我父母他有點不開心 因為已經有女兒也有老婆 就這樣不方便 然後跟我哥哥說趕快幫你走 結果哥哥在房間在哭哭 超難過的,對啊 已經33歲 哭哭很慘耶 對 我很高興 我想要請問所有的新男們 在你們的國家 等你們滿18歲又20歲 你們必須搬出去的時候 父母親會是怎麼跟你們說 請你們搬出去 在我們家都是我們自己決定的 就是要自己搬出去耶 自己決定 對 那時候就是 你爸媽會給你一些壓力 開始跟你說 你不能太晚回家 或是幹嘛 你就說 那我就自由了 真的這樣子 因為... 所以我們自己想要搬出去 對,你自己想要搬出去 你爸媽不這樣 可是你爸媽叫你們早點回家 可能是希望你們早點... 就真的早點回家 沒有要把你們趕走的意思 關心的意思 為什麼會... 你們為什麼會曲解成這種意思 因為我們在美國 我們就是覺得 18歲就是長大 21歲就是完全大的 我好奇的就是 你們怎麼會有這樣的觀念 因為像一般台灣的小孩 不會說我18歲 就一定要搬出去 對 除非是家裡管得非常的嚴格 如果家裡不管你 通常都會一直往下住 但是... 可是你們的觀念就是 你們是從小就會知道說 我18歲我就要搬出去 我從小 大家都說18歲就是長大了 我可以... 我可以大概... 11、12、13歲 新少年都開始有叛逆期嘛 對 那我們都會覺得 我受不了住在家裡 我很想搬出去 當然那時候還沒辦法 一滿18歲 你可能有... 可以開始打工 或是有... 到不同... 到大學 你到不同的城市 你就有機會 機會來了 你就是... 哇... 終於可以離開家裡 你父母根本不用說服你 或是需要逼你什麼 我們很... 自然就想要 很期待那個自由 我們就想你 然後我直到18歲 我們有普通的生活 我們開始... 比方說 女朋友來我家 要... 一起... 對 你剛剛說來一下的時候嗎 都有嘴是不是 然後要... 新朋友啦 要出去啊 所以不要... 不要麻煩... 父母 我有感的是大小的問題 因為台灣是台北 台中高雄比較大的嘛 對 那就是說 高雄人可能是跟我們差不多的想法 因為高雄人想要 如果都是要工作 就是要離開這個城市 到台北的話 就是... 身體自然的離開家 18歲 對 那但是就是... 有感的是台北人 就是台北的學校 那不需要離開啊 一樣道理 通勤人就是不需要離開通勤 但是我們九州人 就是有感的是工作 上大學有感的是離開 應該是這個意思 但是... 重點就是 因為我們外國人 我們是自己離開嘛 我們是自己要努力自己啊 但是有很多台灣人啊 他們不想離開 或者是媽媽爸爸 照顧他們太多 那他們結果整大 生死生死啊 比如說我有一個朋友 他已經生死生死 出在家裡 他每天要出去工作 媽媽準備錢的... 吃飯的錢給他 拜託啦 我就覺得這個太誇張了 為什麼媽媽還是要給他 吃飯的錢呢 會不會是他賺的錢 全部都給媽媽 對,給媽媽保管 不可能啦 他應該... 他也會花錢啊 應該是媽媽會覺得說 他自己賺的錢 他自己留著 以後可以成家立業 可是我就覺得 這樣子很誇張 因為如果媽媽到33歲 媽媽還是給他錢 我就覺得 他... 對,他好像一個小孩子 可是如果你33歲 你在巴西 你媽媽每次給你錢 你不開心哦 我會很開心 但是我就覺得 沒有了 那你會拿嗎 你會不會拿 我會拿 對,誰不會拿 因為拿是孝順 因為我們拿自己是孝順 去解媽媽媽會很難過 我們不拿 媽媽會覺得你長大了 媽媽,你吃狼藝了什麼的 但是我就覺得 他還是... 如果我一直拿 我就覺得 為什麼我要就是... 就是親兒子 因為我就... 親兒子的話 你就找不到女朋友啊 你就不會努力自己啊 不會,他在拿那個錢 去給他女朋友玩啊 不努力自己會... 超壞 這一生的就是... 超壞 不努力不可以把最怪 在父母身上 對啊,這跟女朋友沒有關係 對啊,其實他講的也對啊 如果爸爸硬要給我錢 對啊,你... 那我也只好拿了 對啊,你孝順 我就覺得很奇怪 講實在話 比如說我現在在工作 我媽媽沒有工作 可是他過年還是要給我押稅錢 為了孝順我們還是要收啊 還是要拿 像我們過年會給媽媽押稅錢 媽媽有時候會說 不用...就還給我們 真假的 這是愛跟孝順 沒有 真的,你們不信 爸爸你們的 爸爸媽媽每天給你兩千塊 真的會拿嗎 不敢拿嗎 也不會 也不會拿 真的假的 這我要講 大家都太心虛 這我要講 因為我每次回去 我會去美國的時候 可能要帶我爸去玩 或是幹嘛的 但是我家的經濟算是OK的 他們不缺這個錢 就是我要就是好一個 給爸媽就是讓他覺得 肚裡有賺到自己的錢 你知道嗎 所以我可能要帶我爸去哪裡玩 或是幹嘛的 但是我每次帶他 他可能要給我五百塊美金 或是給我 他可能說 爸我們一起去賭場 或是幹嘛 因為爸很喜歡去玩撲克牌 然後我就說 我們一起去玩 幹嘛幹嘛的 大家去啊 然後他可能就是 偷偷的給我兩三百塊美金 這樣子 然後說你自己去玩 這樣子 但是我一定會拿 你一定會拿 我一定會拿 我一定會拿 因為我爸會覺得 我不知道 但是我不會用這個方式 我會拿 好啊...沒關係 但是我之後可能要給他五百塊 的另外一些東西 買一個機票 然後跟他帶他去我 為什麼你今天的結果那麼多 哪都拿嘛 你這樣哭去啊 沒有 如果我爸給我五百塊 我不拿他會生氣啊 很多人都覺得台灣的父母照顧小孩 就是過度太周到 可是其實我覺得是 外國人的父母照顧小孩 比較放任 像我常常看到 比如說在國外玩的時候 常常看到 比如說冬天天氣很冷 爸爸媽穿很厚的羽絨衣 可是小朋友呢 就穿個T恤在外面跑 然後爸爸媽OK耶 他們可能覺得 小朋友體溫很高 那有一次我在那個新加坡 有一間很有名的Pub裡面 就是喝飲料 那那個Pub的傳統是 你在吃花生的時候 要把那個殼丟在地上 你說Long Bar對不對 對 丟在地上 那我就坐在那邊 就看到一個外國夫妻 帶三個小朋友 他們也在那邊喝飲料這樣子 小朋友就在地上喔 剝那個花生殼 把花生殼拿起來啊 然後很開心 爸爸媽媽看到就說 沒怎麼樣 也不理他耶 就是對我來講 外國人帶小朋友 就是一個 親在一起啦 野放的一個概念 但是外國人都長得比台灣人高大 沒有 那基因的問題 對 那是遺傳 對 那基因問題 可是外國人的小孩 也比較不會生病啊 人的隱性疾病 慢性疾病 對 你就說 慢性疾病 對 你要去健康檢查 不然你不知道有什麼問題 因為中國人的壽命 還是比外國人長 對 台灣人壽命哪有 沒有 不能講說日本人的最高 德國人的比台灣人高 日本水質好 德國又比台灣人高 那我不相信 至少我們有贏美國吧 他們太胖了沒辦法 對啊 你帶小孩野放有野放的好處 因為他會冷 他就會告訴你他要穿外套 我曾經有個朋友 他小朋友大概兩歲 兩歲開始有自己的意識 他就說我今天要穿裙子 可是媽媽就跟他說 外面今天下雪不能穿裙子 他就堅持要穿裙子 兩個這樣吵吵鬧到 小朋友上課已經遲到了 最後 小朋友還是穿裙子去上課 那我說你又何必呢 你幹嘛跟他吵這個 他每天哭這樣子 後來我就跟他說 如果他要穿裙子 你就讓他穿 他冷他就回來告訴你 我明天不要再穿裙子 對 因為你越是叫小孩不要做什麼事 他越會想要做那一件事情 這是事實 對啊 所以你們小時候你們想幹嘛 爸媽就讓你們幹嘛 不一定吧 他們會先告訴我們 他們會先 我跟你講我還記得我小時候 我媽就說你不要再玩那個東西 會被燒到了 因為有火 然後他說 好啊 等他不在 還在那邊玩 你是因為這樣子燒黑的嗎 這個好壞 這個很壞 所以肚立本來是白人 他出身是白的你知道嗎 出身是白人 那很均勻耶 我被燒到的就是我屁股你想看嗎 想啊 沒有 就是我硬要玩啊 後來我被燒到 然後我媽就說 然後下次我就知道 不要再玩這些東西 因為很燙 就是 你就是會慢慢學習東西 你一定要 可是有時候學習的代價 是很可怕的 這樣會有意外 如果你真的不小心 怎麼樣怎麼辦 我曾經在我們家樓下 就看過一個小孩子 就是那時候我下公車 我一下車的時候 就看到一對 一對算是姐妹喔 姐妹在我面前 在馬路上奔跑 跑到馬路中間 那如果是外國這樣教育的話 那怎麼辦 那你沒有辦法去彌補這個商人 他會告訴你 不要在馬路上奔跑啊 可是那個小孩子 那個媽媽已經管不住 那兩個小孩子 那這個東西是可以 從其他的生活教育上 可以看來的 你如果其他的時候 你小事情你不要求的話 如果這些事情 如果發生的話 你怎麼辦 你遺憾終身 那是不一樣的東西 那是太危險 一樣的 今天我也執著 我就是一樣 如果他會很怕你的話 你講一句話說不准動 他會不動 拜託 你不要講這個好不好 我也看到很多台灣的小孩 小孩在打媽媽耶 對 小孩明明都在打他們媽媽 你在 我這個 練炸眼這樣子 我媽媽叫我 跟我說 杜利 我馬上我不能說 我什麼樣子什麼都不行 他說杜利 我一定要跑過去 如果我沒有馬上到 他叫兩三次我就會被打 就打你 對 我真的 所以你講這個是不對的 練了一些打我媽媽 那些到現在我還不敢 但是台灣的小孩 公車上那媽媽說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沒有 打他 對… 我沒有看過 你沒有看過嗎 有… 請問一下在國外不會發生 小朋友打媽媽這件事情嗎 練習了 練習了 一定都有吧 美國會… 是兩三歲小孩子 本來他的反應 他就是會學你 他在學你 美國的小孩子也會打媽媽 他在學你 所以你都打你老公 你說美國的白人好不好 美國的白人是黑人 沒有 沒有 但是阿里是說 你的前女友他媽媽 照顧他很多很多 對 我前女友他媽媽 照顧得非常多 他每個禮拜五要回去拿東西 然後由於是我 我是… 剛好我跟他回去 他帶了一個背包 然後背包裡面有很多東西 剛好我在活… 他在火車上的時候 他肚子餓 把背包打開來 你知道裡面有什麼東西嗎 有… 石頭 炸彈 不是 不是 什麼字 聖經 有水果 還有吃飯 大概三四點的吃飯 他媽媽幫他準備三四點吃飯 他自己不會去外面吃飯 然後我們自己不會切水果 媽媽幫他切好 女兒要上火車回去他自己的學校 媽媽幫他準備一點餐點 這錯了嗎 這很正常嗎 你們怎麼把人性扭曲成這樣子 那是母愛耶 我覺得這是愛耶 對 這是母愛 現在女的已經上大學了 那你坐在旁邊你沒吃嗎 我有吃啊 對啊 來講 那為什麼你不切給他 你不幫他準備呢 我自己怎麼會切啊 對啊 你也不會切 因為我們伊拉克的方法跟你們不一樣 你們一定要切水果 我們不會 我們洗一洗都直接吃 艾瑞森 你們在瑞典 爸媽會很照顧嗎 是還好 他們會想要就是趕快 讓我們自己就是學起來 要怎麼自己照顧自己的樣子 對 因為他自己獨立嘛 所以就大概國小三年級的時候 他們就會讓我們就是 早上可能就是準備 昨天就是還沒吃完的 就是午餐或是晚餐 然後他們就說 你明天可以把這個就是弄熱 你自己來吃 就是明天你下課回家 會自己走路回家 然後餓了的時候就會自己來 熱東西來吃 對 就用微波啊 就那些 然後可能是五六年級 就自己學會就是簡單煮飯這樣子 就是你二人就自己來 就不要等媽媽 就是會等到餓死 對啊 所以就這樣自己照顧自己 所以你們是五六年級 開始會自己煮一些簡單的東西 對啊 就很簡單的東西 都可以煮 新南面也都是嗎 我差不多三年級的時候就開始 OK 我也是後來發現 台灣的女生喔 而且是台北的 很多人 人切菜都不會切 他們很會切自己的手 好厲害 而且問題 就是說切自己的手很厲害 對 還有呢 連洗米都不會洗 很誇張 怎麼可能連洗米不會洗 你太誇張了喔 真的啦 真的 洗米是滿簡單 現在有很多的人真的不會 洗米不會洗 可是你就是水擺進去 再加一杯水在外鍋就好啦 洗米要洗 洗米 沒有問題是現在很多是免洗米 也不需要啦 不是這個 就是之前 OK 還在自己洗的時候 我有一個女朋友 台灣人喔 她用那個洗衣精 洗衣精 我看到喔 我說等一下你在幹嘛 那就真的不會洗了啦 對 然後呢 然後呢 很OK 因為台灣我了解 台灣很多就是外面買得很便宜 因為就是賣便當 五十塊六十塊就有了嘛 但是這個是 就是不敢怎麼樣 就是女生會切菜 不敢男生女生 切菜 洗米 一點簡單的東西 這是最基本的事情 因為我們是日本人 國小就是 已經開始媽媽煮飯的時候 在旁邊看一下 然後就是媽媽 就是爸爸媽媽切菜啊什麼的 但是聽說台灣人 有些就是台灣的爸爸媽媽父母 不然小孩進去 對 為什麼危險啊 小孩還在外面啊 為什麼 不行 這麼說怕燙傷啊 怕被割傷啊 你看 就這樣 三位特別來賓 你們什麼時候第一次切過水果 我幼稚園就切過了 因為我 幼稚園 太假了啦 真的 因為我媽媽只生我跟我弟弟 兩個人而已 那我弟弟就是在畫畫嘛 那我媽媽 就像夢多講的 我媽媽在做菜的時候 其實我都是在廚房裡面幫他 幫他比如說收東西啊 幫他切什麼東西 簡單的東西啦 所以你那時候就開始 很討厭你弟弟 不會 水果像那種小番茄啊 就對半切就好了 小朋友 那就是跟做那個遊戲一樣啊 對啊 所以你媽媽是讓你切小一點的水果 對 像番茄這種的 你就像西瓜那個 我們小時候我就不會切啦 那個沒辦法 那小番茄OK的 那謝忻呢 我大概可能自己真的 自己切水果吃可能高中吧 可是我會切 但是我到現在 還是我爸爸媽媽會幫我切 就是 所以你沒有看過 還沒有切過的水果對不對 怎麼可能有看過啊 就是只是自己不會去做 那你從來不幫他們嗎 不過都他們幫我耶 因為我不在家啊 沒有 我跟你講 台灣的父母親是這樣 對孩子是很愛的 你愛他是出自於愛我們自己 你懂我意思嗎 滿足小孩是為了滿足自己 我們的父母親是這樣 而且我們也滿足我們的父母親 你覺得我們的父母親不是這樣子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有結婚嗎 沒有 沒有啦 我妹妹現在22歲 已經結婚有兩個小孩 所以你都沒有結婚 因為你不會切水果 沒有 沒有 所以他們的水果是結婚啦 你不要講這一點我看到 太傷人了 謝忻你哪一天真選那個 就要轉過去好了 男友的條件上面 一定要選一個會切水果 我跟你講我真的會 只是我沒有去做 沒有 可是我必須講 會做一點加是 在現在台北是很加分 因為大部分都不會做 你會做一點點就贏了 真的 沒有 我很討論這個話 我會切 但是我沒有做 你要去做啊 我就不需要做 因為我爸媽幫我切好了啊 真的 我發現台灣人 我發現明明明就不會 當時會啊 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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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不會講衣服 會 沒有 但是切水果或做菜 我必須講 這種事是熟能生巧 你說你會切 可是你切的 跟媽媽切的速度 可能切不好 一定是差很多 叫做不會 你知道嗎 這個不是會 假如說不會 以後說不會就好 他以後碰到一個他愛的人 他就會啦 你們現在洗衣服怎麼洗 你們會拿去河邊洗嗎 有洗衣機 你們怎麼不拿去河邊洗 停 對不對 但是很多人真的不會用洗 沒有洗衣機 小益跟我結婚之前 他連洗衣機 沒有洗衣機 哪邊開他都不知道 沒有洗衣機 我二十幾歲第一次去台南拍洗衣機 對 因為他們家有庸人 不需要他用 沒有用 對 以前 對 所以 我也是二十幾歲都不會用 很多人都不知道怎麼用的 天啊 很恐怖耶 就好像很多人他也不知道 大同電鍋該怎麼用 你要怎麼蒸東西 對 是要靠爸媽來幫忙對不對 我覺得很過分 但是也不一定是孩子的錯 就我有一個女生朋友 她隔天可能早上五點就要起床 那媽媽就很害怕她吃不到早餐 她說 那我三點起床 就是凌晨三點起床幫你蒸包子 那個女兒就說 沒關係啦 我自己四點半起床 可以自己準備 你不用擔心這個東西 她就那個媽媽就堅持 她就蒸了三點起床 根本不給女兒機會自己做 女兒自己想要也不讓她 所以女兒是想做 但是媽媽不給她機會做 為什麼那麼固執 為什麼那麼固執 我不懂 假如說涉碎的時候 可以自己躲菜啊 可以用洗衣機 可以坐飛機 十歲 十二歲 十歲自己坐飛機 可以啊 八歲就可以自己坐飛機了 蛤 對啊 因為我爸爸都在美國附近 然後我就在 對啊 法國人是不是都可以讓小朋友 自己學做菜 對 十歲的時候 你們做什麼菜 我們差不多八歲 可以跟媽媽一起開始做菜 我們喜歡自己做菜 可以給媽媽看 我們可以做這個 可以做這個 對 可是我也 我知道全世界的父母要 想要教孩子 什麼好什麼不好 禮貌 然後牽著夾子 可是如果照顧太多 我們不幫助他 照顧太多就不是幫助就對了 對 可是現在在法國有一個問題是 你可以看 因為我們到十四歲 父母可以說孩子你可以穿這個衣服 不可以穿這個衣服 不可以穿這個衣服 可是現在你去高中 可以看女生跟很性感的衣服 內褲露出來 化妝 這個我覺得太誇張 法國嗎 在法國 對 德國也是嗎 美國也有 對啊 瑞典也有 那裡有 巴西也有 他們在巴西巴西就開始 對 瑞典倒 對 巴西就開始化妝 對 這個我覺得他真的不好 這有一個問題 但是因為台灣的爸媽還有一個習慣 就是幫小朋友存錢 一定要 存太多會不會讓小朋友無法經濟獨立 聽說你已經開始在幫大哥存了 對啊 那個新聞那麼大 聽說他那個 我是把他的紅包 用他自己的名義捐 不是 存起來 那是他自己的 以後 對 我是這樣想啦 以後他自己買尿布 他自己買奶粉 我就從裡面拿 我就是不要再自己拿自己錢出來 這個很好 對 這樣很好 就他每一年他的 他的紅包 是他日常生活的支出嗎 對 但是我確實有幫他買一個儲蓄嫌 就是我只要幫他存十年 然後這個我有設定 十年之後 比如說我幫他存 這十年我幫他存 兩百萬好了 然後他 我設定他到十八歲 才可以用這筆錢 他到十八歲的時候 他就可以使用到四百萬 因為那個就是存在裡面 儲蓄嫌 他錢會越來越多嘛 但是我是跟外國媽媽是一樣的 他十八歲就必須要搬出去 所以這筆錢是讓他以後搬出去 十八歲搬出去的時候要用 我們這一代的人 包括我們台灣人 包括我們台北市的人 我們工作很辛苦 我們知道在台北市 你如果要買個房子 如果說你真的 如果沒有家人幫忙 其實很困難 那我們其實我們也要給小孩的 只是他一個未來的一個 我給你一個基本的生活需求 那譬如說之後的 譬如說工作上面的時候 你的譬如說 柴米油煙醬醋茶 你就必須自己去賺了 你不用生出來之後 你要為了 我們以後的房子一定更貴的 小朋友以後的薪資一定會更低的 他又更難在這個生活上生存 所以我們準備的小朋友 是這個東西 而且其實並不是說 家人存錢給小朋友 並不是要他不工作 就是坐在那裡 把這些錢花掉 其實有的時候 父母幫小孩子存錢 只是一個背景 就是怕說 如果你有什麼意外 或者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需要用錢的時候 你是有這筆錢可以去用的 對 請問醒男們 你們的國家爸媽 會幫你們存錢嗎 是 學費 因為我家比較特別 就是他們很相信我 然後他知道 他們的難... 他知道我的難力走到哪裡 所以還好 但是基本上就是到學校 你剛剛講的 如果旁到外面住 那個費用有感的是 爸爸媽媽付 但是像我們家就沒有 我就是... 人就是去外面住的錢自己賺 但是呢 我覺得台灣一個問題 台灣就是 如果就是照顧得太好的時候 已經長大 沒有能力喔 因為我幾個朋友 有一次喔 他就是外面講的 其實我很會工作啊 好像是他貿易公司上班族 然後他講的就是有的沒有的 那個開明白的 很厲害的車子啊 還有包包啊什麼的 然後他突然有一天找我 討論那個開餐廳 就是日式餐廳 因為我很多 我還有自己每次節目的主持 有些日本的餐廳有認識 那剛好討論這個 然後我好啊... 還不錯的想法 然後這樣... 最後要就是投資多少錢的時候 這個東西我問一下媽媽 What 還好問媽媽 對 因為他的錢都是媽媽管 我後來覺得What 不是只有一次 兩三次 真的很誇張 你們可以問一下對面三位 因為應該是經濟大權 一直都是爸媽在管 我沒有耶 我都是自己管 我自己管 我覺得他是可能不想跟你合作 那你不用找我啊 沒有 我也是媽媽管耶 對吧 我是把我的薪水分三份 一份給媽媽 一份我自己 又一份存起來 然後媽媽會幫我就是去儲蓄 然後做一些投資理財 因為媽媽覺得說 他們在社會上 就是工作這麼久 有一些投資 或者是花錢的事情 我們比較不知道 他們在社會上打滾比較久 這個問題就是這個問題啊 因為你經濟現在幾歲 32啊 32還不懂喔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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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們 有時候媽媽 對啊 你看不出來他是一個 比較需要多一點照顧的孩子嗎 好吧 就算 他是音樂家 專心韓情就好啦 而且有時候媽媽幫你投資 真的比較好耶 我突然發覺 不是啦 如果投資失敗也是我們的經驗啊 對啊 也可以問媽媽 媽媽你要怎麼投資會比較好 你自己來學會 跟大家一樣喔 如果Beta 才知道這個會痛 對 痛的意思呢 可是有時候你一投資 這句真的很好 跟打架一樣 你被打才知道會痛啊 我不被打 真的啦 所以你打架的時候 被打的話 你就不會再打的嘛 那你是演員 如果答應你這樣演死了 你怎麼辦 對啊 演死一下 謝忻 因為你是現場 唯一沒有結婚的特別來賓 我開始聽你覺得擔憂 一 你不會做家事 二 你不會理財 對 你完全是仰靠爸媽來幫助你 那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今天你脫離了家庭 你真的嫁到另外一個家 這個家事必須要靠你來輔助 你老公的時候 你該怎麼辦 我可能要找理財專員吧 我可能要找理財專員吧 沒有 你就帶媽媽一去就好啦 我那一開始問你 對 這個你要好好思考 是不是從現在開始要 很多事情要自己攔過來做 但問題是 小孩子也會跟父母學 如果你沒辦法 教你的小孩子任何的東西 他跟誰學怎麼辦 他要靠自己的錢 如果他沒辦法 像你賺了那麼多錢怎麼辦 你應該教你的小孩怎麼捕魚 而不是捕魚來給他吃 對 對 Fabio對不對 在法國大部分的父母會賺錢 為了付大學的學費 還是幫孩子付那個 駕駛 license 對 還是開公司 但是 我覺得小孩子一定要知道 錢的價值 可是真的很重要 我從來沒問我的父母錢 比方說我八歲自己去橋市 幫客人放東西在那個 袋子 袋子 對 袋子 所以他們給我五十塊一百塊 然後回家我很開心 我可以自己賣 所以你八歲的時候 就在超市打工 對啊 你去工作 是合法的嗎 違法吧 但是我自己去 我自己去 然後幫客人 然後因為他 他說一個 他看一個孩子幫他們 所以他很開心給我錢 對 一個小小費 所以 所以我有很多 不同的小的工作 這樣的工作 然後我十四歲開始 每個週末要放假 在一個餐廳工作 因為我真的覺得 我需要自己賣我喜歡的東西 真的很重要 對 像我可能不一樣 從十二歲 我爸會帶我們出去 週末的時候 我跟我弟 我們要出去幫他 可能拉一些電線 或是 或是草地 那一些我們都要學 那我們可能一天 一整天跟我爸爸一起工作 那一天完 他可能給我們十塊美金這樣子 然後他說 這是你自己的錢 如果你要花掉 如果你要春節 OK啊 但是我們可能一開始拿那個十塊 然後偷偷去賣一些 然後一次把它花完了 然後你所有春的錢都不見了 或是你 我想要去買這個鞋子 你跑去買這個鞋子 之後你的錢 你就覺得 我錢都花掉了 怎麼辦 爸爸你可以給我多一點錢 你自己的錢呢 花掉啊 那是你自己的問題 你要想辦法另外去賺多一點的錢 我爸是這樣子找我 所以後來我就自己學會了 但是我發現有一些台灣的朋友 還是有一些問題在 我有一個朋友 他大學的學費 父母付的 OK還可以 摩托車也是媽媽買的 好 那出了這些錢 每個月手機的費用 都是他爸媽出的 然後他爸爸 他爸跟他媽離婚了 那是他爸爸每個禮拜 給他兩千五百塊 生活費用的 兩千五還滿多的 其實是滿多的 一個禮拜 對啊 一個禮拜兩千五 然後他兒子還跟他說什麼 他一直跟我一直抱怨說 我爸很小氣 他還說他爸很小氣 明明就沒有在工作 他一整天都在玩電動 有在念書嗎 也沒在念書 他有去念書是沒有錯啊 那是為什麼爸媽 還是要給他兩千五 他年大學 拜託我高中的時候 我一天可能是四十五塊台幣 就是買自己的午餐 這樣子 可能一個學期才六千塊 我們可以去買衣服 但是如果你要買更多的衣服 更多的東西 你要自己靠自己 我們給你 這是我覺得這是基本的 你需要差不多兩百塊就可以買 你這個學期要用的衣服 如果你要用更多 你自己想辦法 所以我十六歲就跑去 在漢堡網開始工作 看得出來喔 可是我覺得外國人 比較沒有那種存錢的觀念 我覺得不管是小孩或是大人 他們就是有一個感覺是 這個月薪水 都在貸款不是嗎 對 這個月薪水有多少 他們連買電視 你們不是連買電視都貸款 其實是不一樣的 台灣的方式是 我存到錢 比如說今天我需要一台電視 我存到錢 我再去買這台電視 但國外是 我現在都需要這一台 所以我刷卡 我分其付款 但是就變它馬上就可以有 對 跟台灣的方式是不一樣的 我就是那個觀念 觀念不一樣 像國外買房子也是 他們可能房子都是 類似地上權這樣子 所以他們沒有一個觀念 去存錢買房子 他們覺得說我房子 我每個月付租金就好了 我的薪水一個月 假設十萬塊 我十萬塊全部都花掉 沒有關係 我照樣去度假 去哪裡 他們覺得活在當下 不會像亞洲人可能就說 我要想到以後 我老了怎麼樣 要存錢當本 因為他們的社會福利制度 也比我們比較好的 但是現在這個年代也是 快變成像美國人一樣 他們都是一直在刷卡 我有很多大學的朋友 他們一直在刷卡 然後想說你根本沒有工作 你一直在刷卡 他們說沒關係 晚一點再付 或是我跟爸媽要錢就可以付 但是我的觀念不是這樣子 我們家的小孩都不會 我們就是從小 就是我們的觀念是不一樣 我跟你講 在哪個地方讀書最省 瑞典 怎麼說 瑞典的大學是不需要付學費的 沒錯 為什麼呢 我們國小、國中、高中都不需要 沒有什麼學費 所以就沒有學費那個問題 台灣也是 美國也是 很多同學都還沒有進入社會 就已經負債累累了 對啊 入學大 但是 就為了幫小花存錢的話 就是 畢竟你的生日 小時候有生日 大部分的人都會送個什麼玩具之類 但是 不知道要送什麼的時候 那會送錢 應該就是樂高嘛 那個錢媽媽、爸爸就會收了 然後幫你存起來 你就看不到這筆錢了 那你自己當下來很高興 我們小時候也是啊 紅包都被媽媽拿走啊 媽媽一定會說 我幫你繳學費啊 然後隔壁就換新電視或新沙發 之類的啊 因為沒有學費這問題嘛 所以這筆錢是為了 只是你出社會的時候要用的 然後再買車或是買房子 什麼之類的 就這樣用 那就是要自己花錢的時候 還沒有開始打工之前 那爸媽可能就是想要給你 每一個禮拜 可能給你一個小筆的 就是零用錢 那可能是 台幣一個禮拜 想像 六百 八百塊左右 那你就自己想辦法要怎麼花 那你要自己在外面跟朋友吃披薩 那你就自己來 那爸媽不會多給你這樣子 不會為了你要買什麼電視 不會多給你 其實瑞典什麼時候會破產 對啊 你們這樣都不用 因為你知道我們節目另外一個叫 馬丁 他沒有在瑞典繳稅 但是他說他養老之後要回瑞典 因為瑞典政府會幫他們租房子 會給他們錢 真好 所以我想瑞典什麼時候 北歐的公立超好的 租販並倒才要倒啦 並倒已經不是要倒了嗎 北歐不是很多國家快要倒了 都要破產了 現在匯率真的很差 所以很有可能喔 所以你們現在只是在努力使用你們的社會福利 但有一天他真的會沒有耶 沒有 但是我們的稅就非常非常的重 你知道我們自己 你知道我們自己的牌子有一個Vodka 就是我們瑞典的牌子 在台灣有低於一半的價格 可以在台灣買得到 在瑞典就有超過一倍的價錢 那都是稅 然後我們今天一般的消費稅都是25到30% 對啊 其實就是都是用來做福利的 對啊 你們算是很好 我們美國的稅也是20到30% 但是我們什麼都沒有 我們都是用那個錢去買一些炸彈去攻擊伊拉斯 對 浪費我們金銀的錢耶 金銀的錢 你們都是透我們的錢耶 那是美國 你不要這樣講 美國不要的軍器也是台灣買的啊 對啊 你們買都不要東西都賣了好幾億 所以你們也是笨蛋啊 來 笑笑 我覺得德國跟瑞典真的差不多一樣 那我們小孩子 就是我小時候可能到十一十二歲才開始有零用錢 那之前就沒有拿到任何的錢 但是零用錢是我自己完全自己管 我媽媽不會決定我要怎麼花 那台灣我覺得最過分的是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大學生 他過年拿紅包媽媽也會收 他說 沒關係 我幫你存 我幫你想辦法 我幫你 我覺得那個是藉口 他就是不想 那個小孩子有自己的想法吧 回到源頭就是你從小就要教他怎麼用錢 對啊 對 可是阿里那邊有一個更經濟實惠 精打細算的一個方法 對 對 其實剛剛講的伊拉克念大學不用找費 沒有收費 是 對 然後大學會 每個月會給你薪水 對啊 念大學每個月會有薪水 在伊拉克念大學還沒有薪水 補助金吧 補助金吧 沒有沒有薪水 沙烏地阿拉伯也是這樣 對啊 沙烏地阿拉伯 我在美國紐約的時候我同學 他是沙烏地阿拉伯的王子的後衣 他到我們那個學校去讀書 國家每一個月 每一個月喔 還給他兩千塊美金 對 可是問題是他是五王子耶 六萬 六萬 他已經很有錢了吧 不是 因為王子 你在庫威特 杜拜 沙烏地阿拉伯 念大學都是有薪水 對 多少錢 我們伊拉克比較便宜的 所以伊拉克的話 他們給十萬 十萬伊拉克 十萬的話 合台幣多少 三千塊 那是三千塊 所以我同學沒錯啊 他們給他兩千塊美金 六萬塊算很多耶 多啊 而且我跟你講租房子另外算 天啊 他租房子有一千五百塊的額度 是美金喔 那很多 對 可是伊拉克的生活費很低 不像台灣怎麼搞 就非常低 那我們伊拉克的媽媽 所以因為你學校有錢 她不會幫你存錢 不會幫你存錢 給你錢 念大學的時候已經有錢 學校給你錢 但是伊拉克有另外一個方法 如果媽媽沒有幫你存錢 他會幫你改房子給你這樣子 就是要結婚的時候 會給你一個房子 那更好啊 對啊 會改一個房子 幫你蓋完房子 你會不會就是要你去打仗那些 不會嗎 打仗 對啊 不是說 我們古德山沒有打仗 古德族沒有打仗 對 那我寧願紅包被媽媽收走 然後她蓋一棟房子給我的 對 對 算啊 其實我們台灣人 這樣子幫孩子這樣存 再怎麼存 也買不到一間房子耶 真的 真的 伊拉克的房子 比台灣便宜很多啦 像我哥哥不想搬家 想跟媽媽住在一起 結果 我覺得就是台灣的 就是父母的最大的問題啊 你們太厲害了 其實滿嚴重的 因為我有一次 那個 我之前住在台中 然後那個台中的朋友 我先上來台北 然後他去年吧 想要來台北 然後他拜託我 因為我台北比較熟嘛 他拜託我 可不可以幫我找工作 跟房子 就是還不錯的工作 有沒有認識 幫他介紹 對 推薦介紹 OK啊 就是認識滿久的朋友嘛 那我已經幫他找就是房子喔 已經跟房東講說 下個不好意思那個 這個房間不錯 下個禮拜我的台中 朋友會來 可不可以幫我保留 然後因為 一開始那個朋友跟我講 都可以我來決定 我聽到這一句話 啊 好 然後還有介紹就是 拜託我的朋友 就是開公司的朋友 就介紹給他們 然後呢 他來到台北 第一天去幹房子 然後這個不錯吧 真的不錯不錯 好 那我等一下喔 他用那個 那個什麼照片 相機的照片 對 ライン那種的 然後 夢多 不行 蛤 怎麼了 我的媽媽說 好 OK 我相信很多人就是 相信這個風水這個部分 我說好 算 算 算 我忍耐 忍耐 心裡想說 那幹嘛不用找我 但是 算了嘛 然後接下來 介紹就是我朋友那邊 公司那邊 然後他們就討論 我在外面等 他出來 欸 如何 他說 欸 還是最後要問我的媽媽 那幹嘛找我 幹嘛來拜託 那也是算蠻依賴媽媽的 算的啦 因為問題都是他自己 我有 我有類似的一個故事 我的一個女生朋友 她想要跟她的男友出國旅遊 好像到巴黎是嗎 就很浪漫 那問題是那個女友跟那個男友 他們要訂某個日期 但是那個男友要先說 對不起 我要先問我的媽媽 我可不可以出國去那邊 我想說 因為那個男生要快30歲了 我覺得為什麼 還要問媽媽 還要問媽媽 她也自己住啊 要賺自己的錢 我覺得 這個麻寶 為什麼女生可以接受 我真的不懂 有時候我覺得是要給父母親一個安心 對不對 其實你看 我覺得我這樣聊下來 我發現其實我們父母親 為什麼那麼保護我們 因為其實在台灣的小孩子 升學壓力很大 你有好學校 等於說你有好未來 所以你除了 所以說很多家長是 你在念書的時候 他會要求小孩 你只要好好念書就好了 所有事情我都把你做得好好的 就是食衣住行什麼 你都不用去學 但彥均就是因為這樣有很多小孩 現在這輩子只會讀書 其他什麼都不會 對 這也是我們台灣交易的問題 所以是整個環境的問題 你懂嗎 所以你不能說媽寶什麼東西了 其實那個是社會環境的問題 你們還有聽過台灣人有什麼問題 會去找爸媽 有 我有聽過我的朋友 一個女生的朋友 很愛這個男生 結果那個男的 他們在一起大概三、四年之後 就分手了 然後那女的就開始很難過 他以前跟男朋友在一起的時候 媽媽打電話打給他 可能講五分鐘、六分鐘就結束了 但是分手了之後 媽媽打電話過來的時候 他講兩、三個小時 然後就跟媽媽說 拜託救我什麼什麼的 可不可以跟我男朋友講我的好事情 所以變成媽媽去跟他男朋友講 要跟他女兒回來在一起 他自己不敢 對啦 這是有寫過 他媽媽應該也不會去講啦 媽媽有講啊 打電話 他說 他就跟那女的說 我女兒很好啊 你要不要考慮一下 跟他在一起 他現在很難過 這媽媽自己也有問題啊 對啊 很多媽媽都這樣 比如說小朋友今天不想去上班 就拜託媽媽去幫他請假 對 真的 真的 也有啊 現在這種問題越來越嚴重 這個滿誇張的 巴西會這樣的嗎 對 但是我覺得在台灣 就是台灣的小孩子很辛苦 因為他們沒有溝通啊 就是爸爸說你要等醫生 那你就要等醫生啊 你要等老師 你就要等老師 比如說我有一個朋友啊 然後他的阿公是醫生 他的爸爸是醫生 然後他們就說你要等醫生啊 然後那個小孩子很可憐啊 他基本上不想等醫生啊 他說我不要啊 我的個性不太適合等醫生啊 我要等老師啊 我要做別的事情啊 他說不行 你一定要等醫生 結果他就送那個小孩子到美國啊 到美國去那邊唸書啊 所以我覺得真的很可憐啊 所以他現在有當醫生嗎 結果他在考試啊 他說每天唸書 沒有審貨啊 好可憐啊 所以到底我覺得他還是不開心 不開心 其實很多台灣的人 都是這樣子考過來的 他們唸書都是他們的科系 他們唸大學的科系 就是把媽媽決定的 然後就是有幾個台灣的朋友 很好的朋友 他們到現在就一直不開心 因為他們唸的東西可能是 就是一直唸電機之類的 很多朋友都是唸電機的 然後他們現在 他們對電機那些東西 完全沒有興趣 台灣的父母喜歡控制孩子的生活 我們孩子可以問父母簡易 但是應該分開死人的生活 比方說我有一個女生朋友 他28歲 然後我們一次聊天 然後他很緊張說 我沒有朋友 沒有女朋友 男朋友 怎麼辦 他說 但是我的父母希望我 30歲以前結婚 而且要我男生 有錢的男生 可是我不懂 因為我 比方說如果我孩子跟我說 我不要結婚 那你就不結婚 如果他說 爸爸我是童子 那你當然是童子 你自己決定你的生活 對...很重要 國外的爸爸媽媽會比較放任 自己小朋友自己的想法 台灣的爸爸媽媽因為會擔心 小朋友的成長的環境 缺乏父母的愛 所以都會給予特別多的照顧 對不對 對...這就是東西文化的 很大的一個差異 不過但是像那個瑞典 如果念大學不用錢 還有伊拉克念大學 有領薪水的話 我們的政府其實可以考慮一下 也許我們不需要 我們政府已經很沒錢了 我們已經很沒錢了 也許我們不需要那麼多的大巨蛋 但是我們可能 是不是可以領薪水可以不用錢 那我們可能腳碎要腳更多耶 你的荷包會變更少喔 對喔 非常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我們二分之一強 下次見 拜拜